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是由28House找楼App 赞助播出 戒花期预料楼价要跌到2025年底 汇丰亦都加入体坦本港楼市 报告指出政府推出刺激楼市需求措施之后 预期当中的复苏并未出现 新本的销程令人失望 二手楼的销售只有温和改善 估计明年上半年下跌半成 而最新猜股署私楼的楼价已经连跌6个月 今年以来累跌近百分之4 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跌百分之2.2 报321.4 由高位回落1.9 重返2017年3月时候的水平 租金就继续向上 年升9个月 指数报186.3 按月升百分之0.3 升幅有收窄的迹象 预计未来 例如12月的楼价出来 指数都会继续行行行 全年就有机会跌百分之5至6 所以明年楼价 譬如上半年有机会跌百分之3至5 近这一两个月 之前就很多发展商在等待 私情报告公布的措施 就有很多一手楼 其实都停了去很大规模地推盘 预计未来这两个月的变化 是明朗之后 发展商都会加快推盘的部份 它的开价都会给同区的二手楼价 有机会再便宜 上七下却步 主公换楼人士的新盘有望突围移出 与太兴家族以市价推出 土瓜环燕楼承軒 头一批的折实尺价17,900多元 折实楼价大约855万至1384万 对比同区今年6月推出的新盘明进 折实价18,500多元 低大约百分之3 不过楼盘曾经在10月当中减价百分之1 而且明进以200多尺的小型单位为主 与承軒主打两三房有差别 至于土瓜环的二手楼价 就介乎大约15,000至18,000元 发展商同时为投资者代缴印花税7.5% 发展商旗下的员工 和不经地产代理买入的话 可以获得额外3%的折扣 发展商说可以观望明年的息口走势 能不能够为成交带来推动力 我觉得这个加息的周期 其实是绝对对任何一个买家 或者整体的市场都有影响的 当然我亦都看到 其实都在看美国那边的经济发展 其实下半年的时候 就是2024年的下半年 其实都开始会看到有机会有一个 它又入市的时间 成献总数只有48个单位 全盘只是提供两款值 分别是510尺的两房 和708尺的三房间价 参观发展商开出其中一个装修示范单位 位于26楼B室 实用面积708尺的三房 单位暂时未开架 而参考低两层的同款单位 楼价值实大约是1,384万 一起入屋看看 腾出空间给走火通道 厨房做在饭厅旁边 方便备餐后直接拿出饭菜 切长形工作台面 上下方都做了厨柜收纳 对面都有些层架可以放下东西 储物空间充裕 如切冰箱、微波焗炉等等的基本家电 外接16尺的工作平台 三间睡房连浴室做在走廊里面 发展商将其中一间睡房打造成书房 再利用窗台以飘窗设计 充满日式风情 放了小型茶几 成为享受下午茶的休闲小空间 另一间睡房偷窗台做窗台床 旁边加上床头柜和衣柜 还有不少活动空间剩 至于主人套房做到三边下床后 已经没有空间加上衣柜 而且浴室放在近门口位 少走到浪费了10尺 主翅是有窗的名翅以浴缸设计 反观客翅也是名翅 但只得棋缸 大约36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